三十六一 国际福伦三十六一地区 不仅是台湾中部最大的工艺社团 而且平常也非常热心工艺 关怀弱势团体 为了帮助曼菲家族的袜子工方 可以增加产能跟收入 神钢福伦社最近申请了全球奖助金 一百六十多万 购买了两部最新 而且是全自动的织袜机 2019年3月3号上午 特别在台中市杀戮区 曼菲家族的袜子工坊 举办一场捐赠街牌仪式 曼菲工方也特别安排一场表演活动 让在场的所有会宾都相当感动 所监的款总共一百六六十一万 八千一百二十三块 来买我们两部的制袜机 都是全自动的 他们本来有四部半自动 我们现在买两部全自动的制袜机 给他们的产能 会增加很多 帮他们自力更生 福伦三四六一地区总监张光雄表示 其实他身上穿的袜子就是曼菲工坊生产的 而且这一次的捐赠织袜机的活动 集合了大家的力量 包括风源 东市 厚礼 神钢 石钢 台美等福伦社 另外还有新竹和平 台南梦时代 韩国东光明等有色的热情赞助 慷慨解囊 希望购买的两部全自动制袜机 能够帮助曼菲家族 增加袜子的产量 让他们能够自力自强 我们福伦社的这个计划里面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关怀弱势 而且要福祉弱势 那我们做了今年度 这只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计划 其实我们有24个计划 不论在台湾 或者在国际上 我们都做很多种 今年一共做了24个项目 谢谢三四六一 葫芦社能够坚赠这个织化机两部 给我们的这个慈爱教养宴 那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 自力更生 能够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那这样 这个可以影响到有500个身上朋友 再加上他们的家庭 大概会有2000人都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虽然在上午的活动当中 突然下起大雨 不过大家都说 遇水则发 希望真的可以帮助 曼菲家族的袜子工厂增加收入 在遗失之后 所有在场的福伦社友 都展现热心助忍的爱心 购买了很多爱心袜 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感人 随后大家都还享用了简单的餐点 度过一段轻松浪漫的休闲时光 神刚福伦社表示 将来还会举办类似的公益活动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幸福温暖 记者陈文旭 南与西台中报道